梅雨频发的季节 空气中总是明白着一股霉味 地面很潮湿 衣服被纸之类的东西洗了也晒不干 让人很是烦恼 如果我们可以发明一种厨师器 它可以智能检查我们每个房间的湿度 当湿度超标时 就会进行厨师工作 让我们处于一个干爽的环境中 心情无疑会变得很好 本节课的内容是在上一节课的基础上 加入了风扇模块的使用 图中就是安装好三页的风扇模块 风扇模块能够控制风扇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转动 通过开关的开合 将直流电逆变为某个频率或可变频率的交流点 用以驱动 我们来设计除湿器的工作流程 当温湿度传感器检测到温度值大于30摄氏度 湿度值大于60%时 则打开风扇进行除湿 说是两个指数值得检测 有一个没有超出设定的范围 则风扇关闭 关于使用风扇模块的相关指令是这个 可以通过该指令来开启或关闭风扇模块 也可以设置风扇是顺时针转动还是逆时针转动 除湿器工作流程的实现如下 通过编程设定温湿度传感器的检测范围 然后由温湿度传感器测量数据 当测量的数据超过设定的范围时 执行打开风扇指令 并将该指令通过云服务器传达至QDIOT 然后QDIOT运行 与之前一样 我们需要搭建设备环境 电源以及WiFi模块完成连接 然后将温湿度传感器 接入扩展板的4号接口 风扇模块接入扩展板的3号接口 打开开关启动设备 接着打开手机APP进行连接 然后进入编程界面 图中所示是根据流程度所编程的程序指令 同学们可依照屏幕中的程序去实践 从左侧的逻辑区域 拖出具备选择能力的执行方块 然后从数学区域选择且指令方块 用于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从感知区域选择温度值和湿度值检测范围的指令 设置检测范围 满足判别的条件时 风扇打开 顺时针旋转 若是不满足条件 则风扇关闭 通过重复执行指令方块 时刻检测温度与湿度状态 是否高于设定的范围 完整的程序变成 属于幕说是 本节课将温室度传感器与风扇模块相结合 学习了程序中不同模块互相配合的逻辑设计 同学们可在现有案例的基础上添加其他的模块 尝试运用不同的模块 会深入挖掘模块与模块间的配合作用 这样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 还可以提高自己的编程能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